每天拿出一小时 你也可以上转时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导师一模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是 脚跃的第十节课 脚跃对线主流 AP英雄的一些打法 首先对线AP英雄来说 一般的AP都是脆皮 并且是远程 所以说我一般会选择 带上一个电型符纹 然后召唤是近的话 那就看敌方中单 这种AP中单 到底是消耗流的AP中单 还是对拼流的 比如说他如果是拉格斯 炸弹人发条 这种远程消耗能力 非常非常强的英雄的时候 那面对这种英雄 我们就要选择带闪性加TP 如果面对是妖姬 艾克 或者说一系列的 就是说天天 动不动找我们对拼的英雄 对拼伤害的英雄来说 那么就选择带闪性加引然 出装的话 那就直接做纳石了 不过我们要记得 对吧 做纳石的话 是先做900的恶魔法典 而不是先做封刺 打法思路也是一样 不要随意的使用任何技能 只用平A补兵即可 不要轻易的去把你的每个技能交点 每个技能应该在合适的时机去使用 下面来说一下比较主流的歇轨 歇轨的话 无论是中中低高 不高中低分段 三个分段的话 都是见的比较多的一个英雄 而且相对来说 歇轨是脚跃在六级前比较讨厌碰到的一个对手 因为脚跃对他的消耗不受效 脚跃的唯一的效果就只能用Q进来消耗他 但是他可以不到能用Q进来回许 而且我们还一直会给他吸到 所以我们打打歇轨 该怎么打呢 首先六级前主要的思路是专心补兵安稳发育 因为你打脚跃打歇轨 你你首先你六级之前肯定是杀不掉他的 你没有什么杀他的手段 其次是什么呢 你耗不掉他的血量 因为你Q他他Q兵 那血量是一直都掉不下去的 所以说我们下面来 所以说我们六级前打歇轨 最主要就是安心的补好每一个兵 保证好自己的发育 然后如果吸血鬼A我们 那么呢 如果吸血鬼要A我们的话 我们就假装后退 让吸血鬼吸引小兵的仇恨后继续补兵 因为他A我 我们的小兵就会攻击他 那我们小兵在攻击他的时候 他也必须要后退 那这样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小兵在追着他打的期间 我们又可以安稳的补兵特限了 好那如果血鬼用Q技能消耗我们怎么办呢 用Q技能消耗我们就用W挡住 然后继续推 但这里的Q是普通Q 红路Q肯定是不能吃的 血鬼有红路Q的时候那是百分之百不能吃的 你即使有W也挡不住 血鬼红路Q的伤害 普通的Q可以用W挡 红路Q直接都拉后退一点 不让他的红路Q吸到 好 血鬼如果用E技能消耗我们干嘛呢 怎么办呢 如果血鬼用E技能消耗我们 那我们就暂且躲到小 躲到小兵后面去躲掉他的E技能 再出来推险 记住我们打血鬼的时候 主要的方法是W挡Q E用躲在小兵后面的方式躲 平A的话他A我们就后退 让他吸引小兵的仇恨 红路Q的话 那就不给他吸到 当血鬼有红路Q的时候 我们就暂且先不急着补兵 以及不急着推线了 先后退一点 好 下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脚越打血鬼的一个 6级前的一个视频 为什么每次第一次打开这个视频都这么慢呢 好 我们给大家看看 这把对面打野不是一个杠格性的 不然 首先上线的话就直接开始推 这个能不能直接推 但是根据敌方打野来的 你比如说这把对面打野是个凯影 我们可以从右下的小地图看到一点点边框 反正就告诉你这把对面中间是凯影加蟹鬼 所以他们两个英雄是抓不死我的 所以对象这些英雄的思路 我们之前就讲了过 就是无脑推 然后直接开打不推荐 这蟹鬼挂在后面我们就不管他 对吧 他挂在后面就挂在后面 我们补我们自己的刀 好 蟹鬼 我们记住刚才说的三个点 看蟹鬼用什么消耗 蟹鬼A我们 我们就后退 那吸引小民主党 蟹鬼用Q号我们 那就用打不挡住他的Q 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判断 这个蟹鬼有没有Q呢 就通过蟹鬼的一个 血量 血量调 调下面的一个怒气条 每当蟹鬼到达一半 以及他满管怒气条的时候 就代表他有Q技能 就比如说他有红龙Q 我们就后退 不给他红龙Q吸到 那平常也是一样继续推荐 只要站在他的伤害范围内的话 我们就是不要急着 不要乱交技能了 如果不在他伤害范围内 你倒是可以多少交一下技能去 加快自己的推荐速度 这个的话其实有点失误 这步 这步的话是我想把第三个球触发掉 把第三个球触发掉 护盾阻挡折后退的 结果一直没有出发 反而被塔打了一下 然后被他还被他 红龙Q吸了一下 好像是没吸到 没吸到的话就还好 然后继续兑卸 还是这样对啊 你看他依我 我就站在小兵后面 他如果Q我 我就用W来打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思路 你看他普通的Q吸我的时候 我一个W可以刚好 把他那个 红那个普通Q的伤害 全部挡掉 然后还可以安稳的去吃线 那红龙Q的话 我们肯定尽量不能吃 这波吃到红龙Q 那肯定是我自己 自己的一个走位失误的问题 那这的话 由于凯颖在我的身 在我的刚才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小地图看一下 凯颖的话是在我的左侧的 所以说这波线我不太敢上去推 这里 从这里看 看到没有 现在我们看一下小地图 对吧 凯颖是在我们左侧的 所以这波线 我们不能太过于大胆的上去 用平而推线了 敏感时期我们就稍微猥琐一点 即使漏冰 这个冰也不能推 所以说这就是你玩中单的时候 需要 高频率的去看小地图的原因 这时候对吧 抵挡到蟹轨的平A消耗之后 我们后退 对吧 然后蟹轨有红龙Q了 也是一样不让他吸到 所以说脚越对线蟹轨的话 其实不算太有太大的压力 只要你不想着杀他 如果你想着杀他 你的蓝量不就会 会丢完 而且还杀不掉他 就六几前你打蟹轨 其实就是无脑的推 无脑的保证自己的发育就OK了 你不用想着说 我要跟这个蟹轨去打架什么之类的 你再怎么耗他都没什么意义的 你六几前对蟹轨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杀他的可能性的 你知道吧 基本上是没有的 所以更多了你的技能也好 还是你的一个平A也好 更多的方法 更多的时候都是用来交给小平打伤害的 也交给小平来推线的 说错了 这不是一段资源的一步 拿到一个人头 拿两个人头 然后直接回家 再来出再出去看 好 现在我们双方都是市级刚上线 现在卸轨不在的话 我们也可以不急的去交W技能去推线 可以多去 要推这个时候要推的话 可以交Q进来推 因为Q进来推线的效果肯定是比W要明显点的 毕竟伤害高一点 那把这个线稍微控在自己这边一点点 因为敌方打也刚死亡 对吧 敌方打也刚死亡 他出门之后 可能就要要从下半一出来 所以我们能要往上站一点 这时候我们也是从小地图上面看到了凯颖在下方 所以我们能的站位就往上站一点 这样的话凯颖过来也抓不到我们 我们可以再往上走逃生 好 现在蟹鬼有了双buff 我们就不能给蟹鬼太多的品A 或者技能耗到的机会了 你看每次蟹鬼想用红楼Q消耗我 我就后退不给他红楼Q消耗到的机会 那如果他想用普通Q消耗我的时候 只要我有W会给他吸的 给他吸也没关系 只要躲掉蟹鬼的红楼Q就OK了 只要不吃到蟹鬼的红楼Q 角域对行蟹鬼 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压力的 不吃红楼Q W挡普通Q 有意见的用躲在小兵后面的方式去打 你看前面的话这段时间对线时间都没有受到太大的 那个压制力 除非说敌方打野 那种抓人能力很强 你打蟹鬼就很麻烦 因为敌方打野抓人能力很强的话就没办法推现 你会被蟹鬼一直消耗 就是说我推荐 角域这个英雄在敌方打野抓人很强的时候 并且对面中单是蟹鬼的时候 你最好不要拿出来 因为如果敌方打野抓人能力强 你就不能推现 你不能推荐就被会被蟹鬼压在台里打 你被压在台里打你就会一直被他消耗 那但是如果敌方打野不强 那你对线蟹鬼就没什么压力 你比如说我一直都不用担心敌方打野会来抓我 好 直到后面到六集之后我们后面再说 啊 六集前就已经说完了对吧 那个蟹鬼不同的消耗方法我们该怎么去应对 那做出来六集之后 六集之后的话我们一般推荐角域打蟹鬼的话 推荐你们打先手 对拼来说是七三开的对吧 蟹鬼的话对拼能力本身就是一个不算太强的 蟹鬼强的是消耗能力 所以我们要不跟他玩消耗 就跟他玩对拼 好 也是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如果蟹鬼是红6Q 那么也是一样 暂且后退不要给他吸到 这是六集之后的一个处理方式 如果蟹鬼是普通Q 或者说他的Q竟能在CD的界限 他敢上来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QRW追着平坎 逼出蟹鬼的W 然后等蟹鬼的W起身之后 再进行RE追击 这个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蟹鬼六集之后 他如果他只要不是红6Q的情况下 他敢来吸你 你都可以随意的直接QRW上跟他对拼 即使给他吸到了也没有关系 因为他没有红6Q的情况下 第一波爆发的换血 肯定是换不过脚悦的 因为脚悦是个爆发型英雄 而蟹鬼的话 他需要前期的时候需要打 两个Q 才有我们脚悦一套的爆发的伤害 如果蟹鬼只要是普通Q的情况下 他赶上来打你 你就直接QRW 果断 别害怕他 直接QRW反打 他这个时候一般都会叫W技能 然后等到W起来之后 我们再RE拉回来 继续追着平坎 好 这是建立在我们一套 能把蟹鬼秒掉的情况下 就是这个第二 第二种情况是建立在 脚悦一套能把蟹鬼秒掉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有隐然的时候 可以这样做到 如果你没有隐然 也就是说你一套杀不掉蟹鬼的时候 可以怎么样呢 QRW打完之后 留着RW 就QRW 打完一套 打出电行 直接后退 留着RW 因为蟹鬼的W已经被我们逼出来了 那在蟹鬼W的期间 只要我们R技能在 这蟹鬼就不敢上来烧了 那就不敢上来烧 对不对 那么留着RW这样的话 可以持续的保持对蟹鬼的威胁力 等第二套QRW好的时候 再去计删 因为我们第二套是比他的WCD要快一点 对吧 如果你一套杀不掉 那就不要用二段R进行追击了 因为你的R的期间 你对蟹鬼是没有任何威胁力的 还有可能吸着吸着就把血量吸回来了 也就是说你一套打得死 你才需要去用二段R 你一套打不死 就把二段R捏着 这样的话你只要有R在 这蟹鬼他在没有W的期间 你有R的期间 他就不敢上来烧 好 这是蟹鬼打六 蟹鬼六级之后的一个打法 我们这里也是给大家看看 首先是看到六级 好 这里的话我也是 你可以看到我在六级的时候 也是在假装放线 也是假装放线 然后Q 这个叫做 也是一样 Q是两个小兵之后 直接倒六 然后秒点大招 R过去 对吧 W打出电型 对吧 你看这一套打完之后 我就不会发二段R 为什么呢 蟹鬼还有半血 而且我又没引人 肯定杀不了这个半血的蟹鬼 所以我没有用二段R 那这时候等我第二Q好了 我又QR上去 对不对 这样好有R的时候 就可以对它持续的有压制力 然后这时候对吧 他W放了 我们本来怎么用RE去追击的 但蟹鬼用闪现逃跑了 这个东西就很简单了 六之后脚就打蟹鬼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只要他没有打野 他没有打野的情况下 那个脚又打蟹鬼是没有任何压力 只要他没有打野 并且这个蟹鬼不是红绿Q的情况下 这个蟹鬼怎么样都拼不过一个脚域 那对线方法也会还是一样 他如果用Q吸你的话 那你就直接QRW上去 比如像这样 他只要是一个普通的Q 他想心里就直接QRW上去 这样的话 你在W放出来的时候 刚好能挡掉他一个普通Q的伤害 而且能对他进行反击 这时候我们就不说消耗了 也就是说只看蟹鬼有没有红绿Q 以及蟹鬼身边有没有打野 没有红绿Q我们就直接上 没有打野我们就直接上 他是红绿Q我们就先后退一点 毕竟有红绿Q的时候 你给他打一个AQE 打出风旗再加红绿Q的回去 那一套换绿Q有可能不算太转 后面的话也是一样 这时候上线了 那这里我就直接裸的一个 纳斯准备出纳斯之牙了 好 现在也是一样 当蟹鬼每波上了前的时候 我们就看一下他到底是什么Q就行了 比如说现在蟹鬼是个普通的Q 对不对 那只要上前补硬 我们就可以直接QRW上去 把它血池逼出来 那因为刚才在切屏 对吧 所以说那一波是没有上的 因为在害怕这个 我们下在反野的过程中 会碰到地方凯颖 所以一直在切屏 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碰到这个凯颖 而且凯颖现在也不在地图上 所以说我不太敢直接QRW上去 你看我们下在反对面蓝 但是对面的凯颖 并不在他们蓝包那里 所以很有可能要 要么就在我们的蓝 要么就在中路附近蹲着 所以当时的话我也是不太敢上去 就跟蝎鬼对拼 虽然打得过他 但是不敢上 因为对面打野 我还没看到敌方打野的位置 好 这个游走环境 我们就要快进 主要看对线 好 这时候再回来 一样蝎鬼现在也是一个普通的Q 对不对 那么也是一样 直接有找到机会 这QRW上去 但是他没有给我们这个距离 这蝎鬼的距离保持得非常好 有红的Q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我月光效果 虽然Q到他 但我并没有R上去 因为他有一个 就他加强的Q 红的Q 后面之所以不打 是因为对吧 敌方的一个凯影 一直在中路附近晃 那这样的话就不会给敌方打野机会 因为我本身一套 想直接把蝎鬼秒掉也是比较困难的 我只要秒不掉他 他跟蝎鬼 不这个 蝎鬼跟凯影都有这种 拖延时间或者保命的一技能 所以说我跟他们 跟他们两个打的话 肯定是很难把他们其中一个秒掉 而且会被他另一个打死的 所以我跟蝎鬼就没怎么太多的进行对拼 只说像这样 偶尔的找到特别好的 合适的机会的时候 再QR上去 而且你杀蝎鬼 就看到没有隐燃的时候 其实杀他确实挺困难的 所以说杀蝎鬼的重点就是你要有隐燃 你看这最后一波 基本上杀蝎鬼就是你没有一波隐燃 你就有机会把蝎鬼杀掉 没有隐燃的时候你上去打一套也 也就是耗一波血而已 你只有有隐燃的那一波 你才是击杀的那一波 我们可以这里可以看看 现在首先是蝎鬼是一个普通的Q 对不对 我们斩了两道被动之后 等蝎鬼补兵的时候 直接QR打不上去 打一套电型 蝎鬼直接把W交出来 那这时候我们蝎鬼追击是没意义的 因为他的一个就是 他的一个血量还比较健康 而且我没有隐燃 然后等他追击的时候 等他这时候又追击了 没W还敢追击 我们再QR上去 对不对 你看他一个红龙Q吸的比较多 但我这里有隐燃 R过去一刀隐燃 他就死掉了 但没有隐燃 所以说只能跟他换掉 所以说你没有隐燃的时候 想杀蝎鬼的话 还是比较困难的 除非就是说像这个蝎鬼一样 给机会 没有W还想过来吸我 但很多玩蝎鬼的玩家 是没有W完全不会上的 所以你打蝎鬼 基本上 你之后打蝎鬼虽然拼得过 但是你其实也很难杀掉 主要还是以推线发育为主 推线刷F6 加快自己的发育 或者游走为主 你想去杀 强杀一个蝎鬼是比较困难的 好 这是蝎鬼 说完蝎鬼之后 我们再来说一下瑞兹 瑞兹的话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中单 好 还是一样 瑞兹之前我们考虑一下 瑞兹之前打瑞兹的 那个目的还是一样 专心补兵按摩发育 因为你对对线这些远程的时候 你都是没有什么杀他的机会的 如果瑞兹A我们 那么干嘛呢 假装后退也是一样 让小让瑞兹吸引我们小兵的仇恨 然后小兵追他打的时候 我们再去过去推线或者补兵 如果瑞兹用技能消耗我们 那么就用W挡住 因为六级前 这个瑞兹只有EQ 或者WA 这种消耗手段 他只要给交这些技能的话 那么也交W技能挡住就行了 那如果我们没有W的时候 那要与瑞兹保持距离 不要给瑞兹消耗了消耗了的机会 你有W你才能大胆的上去推线 你没有W你就不要上去推了 因为你没有W他打你就打你十字向的血量 而且瑞兹本身就是一个法术机关枪 你没有W的时候他打你 那就不是一百两百血的事情 他一打你一套 你肯定吃不消的 这是六级前打瑞兹的一个方法 我们给大家看看 这里是瑞兹打瑞兹 还这样记住 他A我们 那我们不要开打W 因为有很多人是A你骗你的盾的 如果他A你的时候你开了盾 那你在没有盾的时候 他就会用技能耗你 对吧 所以说一般别人A你的时候 你是不会开W的护盾的 但他如果用技能耗你 那我们就要多少区位 你看这个这个瑞兹就是典型的 非常聪明的瑞兹 本来是我一想想一上来就推线的 所以直接开了W快快速的把这波推线推过去 但这个瑞兹就非常聪明 他等到我盾消失了之后 再对我丢了W技能 那我在W技能cd的时候 我就不会给他这种技能耗了我的机会 因为我第一波W 我第一波W跟瑞兹的W互换了 所以说在我Wcd的期间 他其实也没有W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有没有W都无所谓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站的距离 还是比较靠前的 为什么呢 因为瑞兹也没有W 也就是说你没有W 但对面有技能手 你不能站在敌方的上海范围内 所以说完中单 你要你这个计算敌方技能cd的能力 要很强 就你心里要有数 敌方大概还剩下多少技能 这样的话你才更好的兑现 当然这个瑞兹是一个偏怂的瑞兹 他没有什么去消耗 当然其实消耗也没用 因为这个版本前期瑞兹的一个消耗能力确实很弱 就是说瑞兹这个英雄他是这个版本是非常非常吃装备的 没有装备之前他的伤害是非常低的 那推完线之后就躲在自己的塔前 不要啊 不要说持续的在他塔下补刀 因为对面是虾子加瑞兹对吧 配合刚才挺 就配合刚才挺强的 你看这里瑞兹想用技能消耗我 那你就直接用W挡住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这时候我AB的时候瑞兹想用技能耗我 对我就直接用W挡住 你看他用AWA A有三刀 结果我的血量基本上没掉 因为我W两层护盾全部挡住了 然后他也要补兵的时候 所以说无所谓 然后当我的技能cd的时候 他的技能也在cd的时候 那这是我一样可以推现 只不过说当我的技能cd 但他有技能的时候 我得后退而已 那现在我对吧继续推荐 然后这个利用了这波瑞兹走位的一个失误 直接把应用一键把它拉回来 对吧打了他一套 这就是我们推荐的一个好处 推荐的好处就是我们的小兵 会比敌方小兵多 比敌方小兵多的情况下 那敌方换血就不定换得过我们 因为我们小兵比较多 他跟我去对A的时候 会承受到我们很多小兵的伤害 这里之所以不敢压线 还是因为虾子在我的右下角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虾子在打蓝 对不对 我们就不敢不太敢上去 因为瑞兹定住虾子出来 我们就要死了 这个时候敏感时间 我们就得猥琐一点 这我们之前说的是 大概是两分半到三分半的期间内 打野一般都在中度的附近活跃期间 那这个时候你要打的猥琐一点 不要太无脑的去推荐了 然后再继续往后看 总体来讲角跃的对应还是比较 比较简单的 角跃的英雄对应确实还是比较简单 就是也就是说 无论打任何英雄 都是他A你就给他A A你你就后退 然后让他吸引小兵仇后会给他A 然后他A你的话 小兵会A他他掉的血 有可能还比你还多 如果他用技能号 你就开W 然后你没有W 在他有技能的时候 你就不要走到上范围内 等到你自己有W再走进去就行了 所以角跃的对应其实比较简单 正是因为他对应简单 所以说我们在对应过程中 要把更多的注意力 放在敌方打野的身上 因为角跃在对应上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技巧 最复杂技巧 也就是说用W挡掉对面技能而已 所以你更多的要考虑就是敌方打野的位置 更多的就是要防杠的能力 对吧 因为你玩瑞芝 不你玩角跃在对应的时候 你更多的要想的是 敌方打野在哪里 我这波线能不能推 我这波能不能上去对拼 这是角跃对应的时候 需要想的更多的事情 因为他对应确实太简单了 对应根本没复杂的点 就是W打伤害 然后Q小兵加Q人 就不能单纯的Q兵 也不能单纯的Q人 Q小兵加Q人就行了 他两个技能就这样交 很简单 就Q的时候 要联兵带人一起Q W的时候 那就是用W来挡上海 一技能基本上就是不怎么放的 所以他队性是非常简单 这波都把双方中叶打起来 我就过去支援一下 这英雄确实打架能力 可以看到到打架能力也不怎么强 我就是过去拉得下来 其他上其实都是萨拉斯打的 你就会发现 我讲了这么多技能 你会发现角跃的对应 确实很简单 角跃的话 就主要怕那种A他痛的 你知道吧 A角跃不痛的 角跃都不太怕 角跃怕就怕那种 可以抑制A的 而且A他还非常痛的 就比如说发条这种英雄 为什么呢 因为平A的CD是很少的 就平A只跟公数挂钩嘛 就平A是没有 基本上来说是没有CD的 他可以一直A你 他A你很痛 但角跃就不怕技能效果 为什么技能都有CD 你技能CD的期间我不怕你 你技能好的时候 我有W我也不怕你 所以角跃其实跟亚述我比较像 这两个英雄都是只怕那种A他痛的 比如说你碰到什么 阿波马中单 或者说你这种ADC中单的类型的时候 你玩角跃就会难受 或者说碰到杰斯这种中单 你会很难受 特别在6G之前 就没有忽必之前 很难受 有6G之后还好说 角跃6G之前就怕A他痛的 因为A他痛的是没有CD的 可以一直A你 你只能被他欺负 你也碰不到他 特别是对线女警 你对线女警的话 前6G是特别特别难受的 因为你拿他实在没办法 而且他A你还痛 好 这是一个 对线瑞姿 6G之前 需要注意的东西 我们再说到6G之后 6G之后的话也是一样 打先手 角跃的话这英雄 打大多数的英雄来说 6G之后都是打先手的一方 对拼的话也是七三开 这个瑞姿这个英雄 没有什么跟角跃对拼太多的资本 如果打瑞姿的话 我们推荐大家出水银鞋会更好 因为瑞姿的EW1.5秒的控制 还是比较 对于我们这种突进的英雄 还是比较恶心的 因为我们突进进去 他一个EW进去 敌方打也出来 我们大多数都是要死的 但你如果出了水银鞋 他EW的时候顶多就一秒 那这个还是有机会逃生的 好 第二步就是什么呢 第二步就是在瑞姿想要补刀的时候 先用第一套QRW 逼出瑞姿的EW 瑞姿在有EW的时候 你一般 就你没有水银鞋 但瑞姿有EW的时候 你一般第一套是杀不掉他的 先逼出他的EW 假装撤退 然后等瑞姿的相位效果结束之后 再用第二套QR上去击杀 这就是我们要卡他EW的设定 也要卡他相位的设定 因为他触发相位之后 他会跑 就利用这个相位拉的距离 拉的非常远 我们很难一直追到平A 而且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相位是有减速抗性的 所以说 角月在打瑞姿的时候 你的在瑞姿有相位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放一进 因为那个叫啥 相位是有减速抗性的 这个时候你放异 你的减速效果对他来说 基本上你没有 对吧 这打瑞姿的观景第一是要出水晶鞋 第二的话 你不要想着说什么时候 除非装备碾牙 不然的话装备和平 就是说相同发育的情况下 你很难一套把它能秒掉 所以也只能第一套先骗出他的EW 然后再打不Q封起 相位拉拉跑了之后 等第二套QR再上 这跟骑士打些位也差不多 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对象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 给大家再看 算了先看一下吧 先看一下瑞姿的六级后的一个处理 好吧 现在也是一样 现在我们六级的 首先是第一波想QR打不上去 也是先用Q小兵的方式 对啊 让这个瑞姿放松警惕 然后等瑞姿走向这个远程兵的时候 直接R远程小兵用E技能这样拉回来 你看这里他没有交EWQ 因为他之前用W补了个兵 我记得好像是 这里对瑞姿用W补了这个小兵 所以他没有W技能的 当然这个瑞姿也是非常聪明 在我交完E技能之后 他立马开大招逃跑了 这个瑞姿还是比较聪明的类型 因为他是等到我E技能交完之后再逃跑 然后在他没有闪 因为他上一波在上一波中野212的时候 他是交了闪现的 就在F6那里 对不对 这波他的大招也没了 啊 闪现也没了 所以我们直接展被动 展一个两道被动 直接Q上RW将来带走 而且他的EW交的太晚了 他要一开始交EW加香味的话早就跑了 当然交的太晚 有可能是W刚好吧 因为他那个确实用W补兵 前期瑞姿的WCD还是挺长的 就打瑞姿很简单 但我们最后的话再来给大家说一下 角域 杀瑞姿的最佳手法 也就是说当你装备碾压 或者说你即使装备不碾压的时候 你杀瑞姿最好的手法是怎么样杀呢 大家看一下下面这个视频 首先这里瑞姿过来手塔 首先是第一套QRW直接上去 然后等什么呢 这个时候你QRW一般瑞姿会干嘛 EWQ出发向位跑对不对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拉这个E呢 虽然这个E技能 不是 就说向位是有减速抗性的 但这个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拉E 为什么 因为这个E主要要的是这个牵引效果 就把瑞姿拉到我们身边来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即使被他EW到了 我们醒来的时候 仍然可以都R到他 也就是说 如果你QRW瑞姿 瑞姿EWQ你 你不使用E技能将瑞姿拉回来的情况下 你的那个当瑞姿的经过效果结束的时候 你是R不到瑞姿的 最好的杀人手法就是像我这样 我们这里可以放慢一点 最好的杀人手法 但这个东西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 最好的杀人手法就是 首先是我这里攒着两道被动 然后QRW过去 那这时候瑞姿第一时间 用EWQ出发向位 逃跑加速逃跑 但是这时候用E 什么时候用E 在瑞姿 在我的E技能的极限范围的时候 我用E技能把它拉回来 这的话就相当于什么瑞姿白跑的这一段路程 那这样你可以看到我醒来的时候 仍然可以再扎到他 你看这波瑞姿借助相位加EWQ 双重加速的一个 双重加速的一个叫啥?移速 都仍然没有跑多久 正是因为我用的这个技巧 也就是说在敌方对你用控制的时候 你也用E技能把它拉回来 而且最好的拉E的时机 肯定是当这个瑞姿快要跑出你E技能的范围的时候 你再用E技能把它拉回来 你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这里我是没有水银鞋的 注意一下这里我是没有水银鞋的一个角落 我这一身装备没有没有任何减韧性的装备 就说瑞姿实实在在的空了我1.5秒 但是他仍然没有走出我 这就是R技能的范围 而且根本就算是不说没走出 而是根本就算没动 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瑞姿在用EWQ出发相位跑跑的时候 我在他刚准备跑出我的一技能范围的时候 我将来拉回来了 相当于瑞姿从我的身边 跑到了一技能最大范围那一段距离 他是白跑的 我又把他拉回来 而且加上我有红muff 即使我没有红muff 最多也跑到这里 我还是可以R到他 这就是角落打瑞姿最好的手法 就QRW上去之后 给瑞姿EW你 然后等瑞姿快要走出你的一技能范围的时候 你拉E把他拉回来 这样的话 当他的控制效果结束的时候 你仍然可以R到他继续追击他 但如果你QR拉不上去之后 他对你掉EWQ 你这个E能拉空了 就是你拉晚了 让他跑出去了 那你就R不到他了 而且你还会白白浪费一个一技能的蓝量 这是沙瑞姿最正确的一个手法 好 下面的话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今天总结一下这个角落的对线思路 好吧 就对线AP英雄的思路 如果敌人凭A我们 那么就假装后退 让敌方吸引我方的小兵仇恨 借助小兵的仇恨 让敌方中单没有办法一直A我们 如果敌方用技能 那么就用W来挡住他的技能 那没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W 而对面有技能的时候 那就不要上去给别人消耗 等到有W的时候再上去 6G后那就很简单了 6G之后一般来说就是 咱俩都被动QRW上去就行了 大多数的法师都是拼不过交易 无非也就是E技能交的时间点的问题 就比如说打蟹鬼 你要等蟹鬼W起来之后 你再交易 为什么 因为你QRW直接E的话 蟹鬼放个W他就还得跑了 蟹鬼再放W的时候 你E技能是不可能把它拉回来的 那这样的话 你这个E技能就像浪费掉了 白放了 所以打蟹鬼 你要等蟹鬼W起来之后再用E 打瑞兹的话 就在瑞兹EWQ准备逃离的时候 你再用E技能把它拉回来 无非就是用E的时机 你们得考虑一下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第10节课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给我们这一步 好 好 没 看 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